恭喜化財新年快樂 今天是大年初二 不知道昨天大家在年初一有沒有投到很多的利是呢? 你在投利是的時候有沒有說到什麼祝福的話呢? 今天蟲蟲哥哥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利是和祝賀說話的英文用字 和他的小故事 我們馬上來看一看 New Year Lucky Money 新年的利是 新年的幸運錢 During New Year the elders give the youngest lucky money 新年的時候呢 長輩就會給後輩利是 即是長輩就會派利是 但通常我認識的習俗就是 結了婚的長輩才會派利是 which carries the hope of the elders for the children 這個意思就是呢 長輩派的那封利是 是希望送一個祝福給小朋友 in Chinese culture red symbolize good luck 那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裡面 紅色就是代表幸運 so the lucky money is wrapped in red paper 因此呢 你收到的利是呢 利是封其實都是紅色的 因為它是用紅紙去包 也有一個花名叫做紅封包 如果書面語就會叫做紅封包 所以就叫做紅的順風 我們香港都會叫它做利是 但英文呢 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叫法 是叫做 red packet 你看到爺爺媽媽就坐在那裡 接受後輩小朋友的祝福 那後輩會做些什麼呢 再傳統一點的時候 那些小朋友是會叩頭的 那你見到妹妹叩頭 會說一些祝福的話 Happy New Year Grandma and Grandpa 跟老人家說 就當然是龍馬精神身體健康 然後呢 然後呢 Here you go 不好意思 再來一次 Here you go Wish you have a lucky year 唉呀 老人家 說話不太清楚 祝你有一個很幸運的一年 祝你時事順利 待喜風禮事 剛剛就說到 逗禮事的時候 要說一些祝福的話 那祝福的話 英文怎麼說呢 又想了 又想了 好 回到祝福的話 是怎樣說呢 我們見到一家人 爸爸媽媽 弟弟 姐姐 去拜年 嘩 看到grandma和grandpa 已經在門口等了 grandma還揮手 ​ Happy new year 生年快樂 快點回家 快點回家 然後兩個小孩就說 Happy new year grandma and grandpa 爸爸就說 Happy new year mom and father 除了 Happy new year 之外 還有甚麼祝賀的 說話可以說 我們先看看 Give New Year's Greetings 就是講一些祝福的話 在拜年的時候 On New Year's Day, the youngest must kowtow the elders and wish them good luck and good health 這裡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一版 他們在扣頭 就說傳統的時候 後輩小朋友就需要去扣頭 目的是什麼? 是希望祝福老人家 Good luck Good health 祝他們幸運 祝他們有福氣 祝他們有很好的健康 再次就是講到 在這個時候 身體健康是非常之重要的 記得大家喝多點水 做多點運動 保持身體健康 早點睡覺 就有一個強健的體怕 可以抵抗病魔 OK 所以這裡就有個提示 當我們去祝福人的時候 除了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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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 其實我們可以 Oh I wish you good luck 祝你有福氣 祝你好運 I wish you good health 我祝你身體健康 又或者我們中文有個祝學的說話 叫做 恭喜發財 原來這句的恭喜發財 就直接翻譯了做英文 就是 恭喜發財 所以當你不懂得說任何的英文的時候 你都可以跟人說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那我相信 恭喜發財這句說話 你跟一些外國人去聊天 去祝福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會聽得明白的 When meeting the friends They greet each other with new year wishes 是啦 當跟朋友見面的時候 他們都會互相祝福 互相拜年 那新年的歷事 和新年的祝賀說話 就講到這裏 那今天第五集 也差不多了 咦 我們見到窗上面 都有我們在第三集 講到的paper cards 如果忘記了或錯過的朋友 記得去回右上角 看第三集 關於paper cards的內容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